大家好,我们养养花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话也会发现了,会有一部分花有了会将这个水苔铺在这个养花的盆土表面 那么养花盆土表面为什么要铺水苔?铺水苔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铺水苔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第一个作用就是起来一个护芽的效果 不管你的养花长的是新芽还是花芽 那么在养活的过程中呢,这些芽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来促进来生长 如果缺水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枯萎脱落的现象 而我们栽种的养花的话呢,一般用的是一些颗粒质料 那么一般盆土表面干的,但是底部还是非常湿润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手势不能够浇水的 但是呢,盆面已经干了,这些新芽,这些花芽它都是需要水分来生长的 所以呢,铺上一点水苔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护芽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准确的掌握浇水的时机 那么我刚刚也说过了,因为这些质料的话呢,它一般都是上部分干的 但是底部还是非常湿润的 我们在盆土里面铺上一层水苔的话呢 这个水苔的话,它的保湿效果是非常的好 就可以,那么到时候的话呢 不仅是盆土表面还是盆土底部的话呢 它这个干燥的情况呢,这个时间都是差不多的 就可以准确的掌握这个浇水时机 那么铺上水苔,盆土表面如果已经完全干的话 就说明了这个时候盆底也干了,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第三个的话就是可以避免盆土无法浇透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用的一些质料呢,很多都是用上这种树皮 比如松树皮 那么松树皮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它干透了之后呢 是很难浇透水的 而我们在摘种的时候呢,一般是盆土表面干了 底部还没干 如果盆土表面的这些松树皮呢,完全干透了之后呢 我们底部还没干,这个时候不能浇水 如果你长期这样子的话呢,盆土表面的这个松树皮是很难浇透的 而我们在盆土表面铺上一点松树皮的话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的效果 可以避免你的松树皮呢,完全的干透 那么后期的浇水的话呢,也能够完全的浇透水 可以避免这个松树皮浇不透的现象了 那么这个水苔的话,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把它 先用清水把它浸泡大概半个钟到一个钟左右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捏干这个水分 然后再铺在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水苔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那么铺在盆土表面的话,可能很容易滋生这个病菌 所以我们在养活的过程中,大家还要注意 给它适当的再喷湿一点,带生猛性这种杀菌剂 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可以避免这个病菌的侵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南花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北方地区,天气特别干燥的地区 一定要在盆土上面铺上一层水苔的原因 那么大家铺上水苔就更利用的蓝猪的生长 更利用它的新芽的生长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